大家都有紫禁城 保健委可以拔 每次都听到 那就请董先生 我到那个地方 因为我不需要这个 我到这个地方放开 不用不用 我没有那么多资料 他的那个 大家要特别的 这个可以关 这个可以关 有什么问题的话 或者你可能集中在 什么方面 好的 那下一位呢 就是董雅雯先生 他是一个公司的经理 他出生在哈尔滨 那么有十年的时间 1958到68年 在北京上小学 中学 69到78年 他在中国名堂的 沈阳管理局 在哈尔滨的第13 飞食大队机械部共同 那么1978到82年呢 他是基金大学的学生 而且是主修英美文学和语言 而且也修哲学的专业 那么84到93年呢 他在东山大学 英语培训中心和哲学系 担任做教育讲师 那么到了美国之后呢 他在1982年到90年的时候 在美国曼昂尼大学 读哲学和政治研究生 那么到1994以后呢 都一直在美国的公司 跟计算机的顾问 工程师程序员 还有速度库的经理 那么而且呢 一直都保持对这个 哲学研究的兴趣 我今天他要跟我们讲一下 这个哲学研究的用途 好 请 感谢 这个我不要 我可以关注你反驳 照他 那可是有点困难 那反正好 我躲着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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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要用你 我躲着一点 没事没事 没关系 小时小时 你几个小时 没关系 我站 站不惯了 讲过去 站不惯了 OK 习惯说 谁 有听说过了吗 听过 有听说过了吗 没有 没有 OK 这跟我猜测的一样 如果你上那个万维网 我在那活跃了好几年 三五年 这本书出于 二零一三年 这个几位同事都是 不是教授 就是这个 讲师 突然出了个经理 这怎么回事 这肯定没博士学位 这不用说了 不过这个不重要 为什么呢 什么重要呢 哲学重要 我给你讲讲哲学 哲学为什么 这个东西 怎么大家一想 这个东西 就像前面有人讲 王教授讲计算机 这位教授讲考古 我闹着一个信号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我要学什么 通过哲学的训别 就使我变得非常杀 我要知道两件事 第一叫new facts you gave me some new facts did you no no i don't want to listen you gave me some new rules new reason 就你给我一些新事实 或者新道理 除此以外 我都不要听 你个人的经历 个人的爱好 个人的高兴 家里人生 我不听 我就想知道 与我有什么关系 这就是学哲学的问题 你变得非常上 你跟脑子 蹦就到那边去 就像那个百万富翁 医院富翁 你不用其他东西 占有时间 你不要 这就是学哲的一个职业目 我给大家说一说 大家想一想 这是不是这个道理 ok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 中西哲学的概况 于将来 于前景 这里有几个问题 中西我把它换成 东西哲学 稍微扩展一点 第一个 中西中国与西方 这是两个名词 然后哲学是一个名词 然后状况是一个名词 将来又是一个名词 ok 第一个问题 就像我刚才问 前面两个听 讲演讲的问题一样 第一个问题出现 你脑海里肯定 哲学与我有什么关系 我为什么要学哲学 肯定是你第一个关系 ok 首先我想问 什么叫哲学 哲学是什么 哲学就是像物理学 化学 生物学一样的东西 我现在不需要学的 不为什么学的 我吃饭 我有别的手段 我是大学教授 讲其他的 我就学 我就做这个 我做这个 做这个 我根本要学 有人反对吗 哲学就是像生物学 化学 物理学 考古学一样的东西 我不需要学 这个定义 有没有人反对 有没有人反对 你反对 ok 我给你第二个定义 哲学就是所谓的一种 世界观和方法论 这个定义 有没有人反对 什么叫哲学 这个真是哲学 有人反对吗 反对 没人反对 ok 如果你遵循第一个定义 说明你根本不懂什么叫哲学 如果你遵循第一个定义 你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哲学 你要如果遵循第二个定义 你一定是中国大陆 政治环境熏陶出来的 命运都告诉你了 我现在讲第三个定义 什么是我的定义 哲学首先是一种精神 Inquisitive spirit ask a question doubt is that true is that so 你要有这点精神 你就是有哲学的 第二个哲学是 等一下 最后讲 第二个问题是 不是第二个问题 第二点是 第一点是精神 是一种精神 你说这个人有哲理水 他一定是有这种精神 这叫incrisitive spirit 第二点 你必须是有一套 sheet system 你说 我有个 wonderful idea I want to tell you that's not philosophy that's not philosophy philosophy must have a system from earliest time to now from the ancient time to now inherit something that's called philosophy 第二点 第二点是system 第三点 哲学必须有一套效果 什么叫效果 have some results 这叫哲学 否则哲学跟思想家有什么区别 你告诉我世界官方法论 所以哲学必须有效果 什么效果 科学产生了 科学原来在西方叫做 natural philosophy 后来他们分开 从牛顿开始 牛顿写了个书 还叫自然哲学的 自然哲学原理 还叫牛顿 还是从那开始 我得跟你说这个 好 现在我的定义官 有些问题可以 咱们最后再讨论 这没关系 我现在讲 按照我们刚才说的 什么叫哲学 我讲了 你为什么要学哲学 咱们再回来 用这个regression的这个method 对不对 咱们是 蹬蹬蹬 蹦 蹦蹦 蹦 蹦 这叫regression 王六少 可以给我们的这个道理 我是找计算 你不可以 OK 我们现在讲 为什么 怎么学会 我这个人六十来岁 快退休了 在中国美国 各待了三十年 所以说可以说 这两个人都比较 有这个资格讲的话 学哲学就让我思考 做个中国人 真是很光荣 很文耀 跟世界上其他民族比较 是这样吗 我相信 这有很多美国人 是 比如王教授这样 我也可以理你 但是我心里 确实有的时候 感觉很不好受 因为我身为中国人 但是我知道 这里有好多问题 讲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是搞计算机的 我跟波士顿附近的公司 美国的其他公司 其他地方 大的小小的 不知道多些家公司 建议方面 我没有见到一个中国人 当manager 一个manager 在我这25年的经历 在这里 搞计算机 没有一个中文人 全部打工 全是扣官员 你当然可以说 原来不是有一个王什么 叫王 王安 现在还有很多 公司上市两亿 雅虎的这个什么方式员呢 非常非常少 非常凤毛铃鸟 印度人都是 这个地方原来是东方的戏骨 所以你这样讲 不不不不 咱们一会儿有争论 我知道我这个就是要与你争论 我就让你不要忘记 我说的目净就是说 我这个会完了 你还想着他讲的话 这就会 你要去正来睡觉 睡着 但是因为这里是来西方人的地盘 不不这个 等于等于等于 先让我们讲 等于等于等于 有没有那个受复 就是我们一个 走之后留下来 哎呀那可能 我就说我的纪役 这个是可能我局限的 我说我 我没有见限于我个人纪役 没有纪役 但是这个里面我问你 普遍说中国人的英语不如 印度人好 但是微软的CEO是印度人 对不对 对不对 还有谁是印度人 我记得最近 也出了一个大 大 为什么不找中国人 你们想想 中国人这么能这么多 这么有办法 为什么不找中国人 这里面有一个文化问题 有一个文化问题 就是说中国文化 它本身它有一种东西 使你愿意和谐 愿意维持现状 不要反抗上人 非理不看 非理不听 非理不舍 stay there forever 你做好你的工作就行了 回家 这中文说我们说婚的 就是这样 你看人家那个Steve Jobs 怎么做工作 24小时的演技 我们中文行吗 那个兴趣啊 就像搞得这样一样 谈恋爱的 就得有那种兴趣才能去找 你中文这方面去啊 这个时候说远了 不说这个 我现在回来讲哲学的问题 我想喝点水 有点水 有点水 有点瓶水 可能说一声大 没有 有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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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讲哲学问题 我刚才讲哲学三个标准 那么下面的问题是 中国哲学状况如何 这个问题 我跟你说两个事实 黑格尔 有些人听说过吧 谁听说过黑格尔 都听说过 对对对 大陆讲马克思主义男的 不讲黑格尔 都听说过 黑格尔在他19世纪的人 德国浪漫主义的最后一位大师 系统的总结 他说过一句话 他说中国人没有哲学 当然他从西方角度里 他说不过这种 他不唱就不过这种 好好好 不管都没说 我们不同意 我们当然有了 OK 2004年 法国的吉利亚生的助理 他是叫做 德瑞的 这是一个著名 2014年在北京科学院 当着中国3000科学家的面 社会哲学院 科学院所有人说 中国没有哲学 没有一个弄法 没有一个人 为什么 比如说这个道理 哲学必须有继承性 我刚才说的 中国什么东西是继承的 你想一想 中国必须有一套系 哲学必须有一套系统 Systematically 中国什么是 Systematically下的 从盘古开天地 从春秋战国 从战国时代 百家当民到现在 有什么东西一直下来 你告诉我 一种思想主义 没有 哲学必须分区分 主观客观 中国人区分吗 哲学必须分区分 本体论 议事论 中国人区分吗 哲学最后 必须导致科学 中文有吗 都没有 当然你也说 这不关中文 不其他人也没有吗 你说对了 哲学发展到科学 这是哲学 逻辑分析的结果 这是从他们古代 那个传统 一直到公理系统 一直到认识论 区分本体论 等等这些 一系列下来 你才能有科学 否则你不会有科学材 就是说大家要相信 科学这个东西 不是轻易来的 我们一百年前 五四运动局开始说 我们要学 要引进费先生 赛先生 德先生 赛先生 一百多年过去了 我们那时候是第一个共和国 对不对 现在我们是最后一个 还没有实现共和的共和国 对不对 为什么 你想过没有 赛先生和德先生 不是那么轻易引得进来的 为什么呢 他们的背后 是有一位叫 德先生在那儿在的 你不把他学会 你永远引进 赛先生和德先生 你信不信 这个不是轻易的 像鲁瑞说的 拿来主力 造原子弹型 造卫星型 造航空母舰型 甚至基因也可以 但是 价值观 你改变不了 你不可能学会 美国宪法 讲的那些东西 公理 人有自由的 天生生来自由 所以他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推论 所以他有财产权利 对不对 这是不是个公理系统推论 中国人他们不懂这个道理 他学不了这个美国宪法 他可以把学会 怎么造原子弹 怎么造航空母舰 怎么造卫星 都会 就是学不来个根本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让你们大家继续想一想 是哪个地方 为什么学不来 中国这个体制跟朝鲜没有体制 我们大家开玩笑叫金三胖 对不对 还是靠老爹嘛 还是小人说了算嘛 还是黄党嘛 对不对 为什么 你们缺少用哲学 你们不懂西方这个理性 Age of reason 这就是目前的现状 什么就是理性 我也在那场过快三十年 我现在才是那么假民主的 都是蒙事儿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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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都学过 听听听中长 听听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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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讲历史 刚才讲了哲学的历史 印度人讲哲学 我听过一个人说 我们只有哲学 没有哲学家 大家知道哈 为什么他们没有哲学家呢 因为印度最早的时候是众神 在Aran人 人从西方过来的时候 在阿拉这个 这个西马达亚山脉 已经过来的时候 他们没有带别的 他们带了他们的文化 他们带了他们的 所有的这个这个 所知道的东西 那时候他们的语言 叫做Sanskrit 对不对 他们的是Vitas 四个 四个Vitas 诗歌众神的天地 后来出了Vitas 从 听听听 出了Vitas Vitas说什么 我就是神 第一点 人生要Suffer 这是Vitas的第一教义 他有四个教义 这是第一点 西方哲学 苏本华学到的那一句 告诉你 人生就是受苦 西方哲学 这2500年的传统 到现在为止 没有一个中国自己所说的我们的百家 我们的各种思想家这个那个 没有一个人被西方哲学 西方哲学家 没有 不要算气 到现在 没有人 比如说你这是工人的世界哲学家 他曾经引用过中国那个哲学家 受中国的人力影响 No 他们的著作 从来没有引用过中国人的东西 东方只有 不得怎么是苏本华引用过 其他人都没 这是事实 现在我在说 最后这个 这个 江南现状的问题 如果把这个距离 时间拉开 你要知道哲学的话 你就会懂得 人类历史 这个文明的历史 它就是从有科学以后开始 也就是不过500年的时间 其他的东西都叫做 intuitive culture 就是说我的感觉 这个文化应该怎么变 它就怎么变 就是慢慢的一点一点变 比如说刚才那位老师说的 喝酒变成杯子变大一点 变小一点 这个香炉怎么变一点 大一点小一点 这叫做亮点 有黑色的话 你没有止变 你怎么能有止变呢 你必须 totally different from what you are doing 这才叫止变 ok 所以说西方 它这个哲学 这么下来的 这一套系统 它是一个指的 跟东方的人的东西不同 印度的哲学免不了谈神学 永远免不了 Islamic culture 黄金时代 六七世纪开始 到十二十三世纪开始 熟读亚里士德德的东西 翻译 total的东西都翻译过来 提了世界名流 所有的科学事实 他们明表神 哲学和神学混了一盘 所以说他们认为的哲学 跟西方哲学都不一样 中国人就不用说了 我们大概是四大 国民工的 不说诸如吧 反正也是 人家认为最好的 这是事实 所以说西方的哲学 这一套发展的系统 是非常的庞大 但是 既然要讲现在怎么样 我就得跟你说 现在是这样的 首先上帝的概念 上帝 is dying 这是从尼采开始的 为什么呢 你知道现在都是这样 为什么呢 你想一想 首先你成本上帝的事情 现在人们是不是 你终止地 不太那么信仰了 是不是 这个科学呢 也面临这个问题 哲学呢 也面临这个问题 哲学的问题是 它不能够来提供新的 方法论世界观和新的体系 从黑格以后 就没有大的体系 有一个叫海德格尔 有一个叫 维珍斯代 他们都是 insight 都是一个idea 没有体系 所以说 火金 Steven Hawking 出来就说 哲学 is dead 哲学 is over we physicists we tell the world what are we where we are what is the world where we are going from here 所以说 他认为 他就非常自豪 我们现在天体物理学 我们现在研究 quantum mechanics 我们都可以往前走 哲学原因的 泡在后面 没有用了 你们产生不了新的思想 这就是世界国家的现象 ok 现在我最后说 我的这本书 我的思想 三年以来想 这个问题是什么 说到这里 我先得说一句 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理解 是非常强 非常少的 从远至胡适 鲁迅 这个 陈烟雀 这个等等 他们都知道 它都是凤毛的 这是我的研究结果 他们没有一个人 系统地讲过 西方哲学是什么 没有一个 全是只能解释 只能翻译 只能这个叙述 所以这是西方人 看不起中国人的原因 这就是为什么 德瑞德说 中国你们没有哲学 当然德瑞德已经死了 我们不看 翻译也就死了 但是事实是 我们确实没有哲学 哲学是一套逻辑 它叫辟邪人往前走 你中国人为什么就不能 沿着这个逻辑 愣动它 把它中文发展 哲学只有一个 不论中方 不论西方 就一个哲学 就像素质一样 我们学中国经济学吗 我们学中国政治学吗 为什么我们来这个中国哲学 what is that it's nonsense 所以是国学 你叫国学 不要叫中国哲学 哲学只有一个 那是普遍真理 我没有中国数学 我没有中国经济学 为什么来个中国哲学 首先你就不懂 乱于充数 这是这样 现在我说最后一关键 当然这是我的关键 我在这本书里说 历史上上帝已经死了 哲学也就死了 因为没有东西了 科学现在发展到 研究 superstream theory 从43年开始 到现在 2016年 75年了 没有结果 不知道这个宇宙 怎么回事 superstream theory 什么multiverse 什么dark energy dark matter 等等 科学家都等烦了 这是什么 你们搞了半年 70年过去都搞出东西 你们这物理学家干什么吃的 我看了好多地方 我告诉你为什么 现在所有的这些问题 全联着 解决一个 全部解决 不解决一个 全部不能解决 什么叫 conscience conscience 什么叫 赖 为什么计算机 能不能超过人倍 计算机 能不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能不能超过人倍 这王教授肯定 对这个问题有研究 道德 没有上帝 道德往哪边走 等等 这些所有问题 都连着 这种连接的 关键在什么地方 我们现在 到了一个观头 这个观头 叫做 the reality 就是爱因斯坦 总结的 在他那 理论里总结的 叫 the reality the reality 我们所有的东西 都是在 realitate的 这个世界上 就是 It's something something 必然是 nate beast not perfect we are not happy with it 我为什么不能 永远活下去 我为什么就这么高 我为什么不能 两米 我为什么不能 再漂亮 我 人们这种 对绝对的要求 就是产生 宗教的 一个根源 我们过去说 宗教根源是因为害怕 雷电 害怕风雨 害怕灾害造成 wrong 来从 the one side the other side is we want to be perfect we want god like god 这是第二个原因 而中国有很多人认为 中国没有宗教 是一种好事 我说同胞们 你们有点错 那叫对绝对的追求 我们要对完美的追求 我们这种东西是心里的 中世纪的时候有一个 Sint叫 安舍能 安舍能 它就讲 我们心里有一个概念 是无上崇高的概念 which cannot be better than anything else that concept is the perfect that concept must exist in reality that is god 当然这是他的说法 但是这种对无限的追求 你们想一想 中国文化是不是 很多在当中的因子系统 反正我是没看到 所以现在这问题就是说 无限的概念 在西方民族表现出 对上帝的追求 而上帝的命运困了 后来让Cathie 认为三位一起了 教这个什么 俗经啊 后来才有了Luther 对不对 Luther 在宗教上 对不对 有没有这个 这个叫德国的Luther 这才这个 但是你不要管宗教教义 上帝 宗教说的 上帝创造世界 这一点 它是一种表 是一种对绝对的追求 这种绝对的追求 随着他的自我 把它细致化 比如说地球是人类的中心 等等这些东西 慢慢让科学都打错 好像人们对这个的宗教 所以你不说些什么 我不睡觉 我不信的 不是的 上帝创始 他说的不错 但是呢 我的看法是 something created our world that is called relative are relative relative relative这种东西 要突破它 就是说 爱因斯坦总结了 relativity 把这个东西 哲学化 就是要突破 relativity 对面是什么 absolute the absolute what else do you have ok 你可以说 给我证明 where is the absolute what is the absolute 首先我告诉你 absolute不能讲 为什么呢 语言是something something must be wrong must have a limit 但是你为了表 来让大家知道 所以只能说是 what is the absolute 当你用这个 is的时候 你就说 absolute是it wrong absolute 不是it 我跟你举这么个例子 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 我怎么想起来 这个absolute 因为我认为人的大 刚才那个 王牛说给的那个 左半球又半球 左半球是逻辑 右半球是consciousness 这是我的解释了 左半球是语意 语法syntax 右半球是语意 semantics 所有的语意 都要用语法来解释 语意相当于propeller 相当于飞 往前飞 什么意思 你做怎么样 左右边 赶快告诉你 这什么意思 跟你解释 两边这样 互相交叉的像人一样 一左右 这是左半球 右半球 但是关键 我想让大家知道 的是这一点 人的左半球 右半球 的功能 是一对儿 properties properties they called stinking and consciousness it only appear when human comes to reality developed to the top 它才出现 就像时空一样 也是一对儿 properties 时空 时空是什么 是事物发展到这个阶段才有的现象 叫做产生了时空 也就是说 事物存在的时候 是没有时空的 时空是后来才有的 时空存在的世界叫做 macro 而absolute create relative的时候 那时候 两个世界才存在 凡一 这点我们可以教老子说的 一 为二 二 为三 三 为万物 是不是老子说的 对吧 医生 对 对 对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但是 ok 所以我现在总结就是说 什么叫一呢 一就叫reality 就是something occur we are something right 当你晚上睡觉 我刚才没说完 你脑子产生一个思想 那叫something 但是脑子是无限的 你想没想过 在你梦结束 和你早上醒来 第一个思想产生以前 那段时间是什么 你脑子是什么 那叫绝对 当你产生第一个意识 哦 我有个想法 或者我意识到什么 这就叫做something occur 就从absolut 创造了一个世界里 所以说我们脑子里的东西 左右求这个性质 和万里的世界 是一种事 这就是我 之所以 有了这个启发 写出这个书 好了 完了